告诉你们的秘密啊 就是呢 其实接吻投入的女人 大部分都是装出来的 其实呢 不管你们承不承认啊 我都要说 很多男人的底线 其实是偏低的 一个女生呢 只要长得还不赖 又主动的话 那大部分男人 都会照单全收的 而对女人来讲啊 接吻这件事呢 要么就是真的特别喜欢 要么就是男生很有钱 否则就会特别的排斥 接吻嘛 说的好听点 就是灵魂的触碰 说的直白点呢 就是交换唾液嘛 而且接吻这件事情呢 大多时候都是 四目相对 一时兴起的 我相信大部分男人呢 都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吧 可别真等到 气氛烘托到那了 女生有需要了 你嘴巴里面难闻的味道啊 把好好的机会 就给搞没了 向往的几个 经常在夜店玩的男性朋友啊 他们口袋里 都会准备一些 这种漱口水 就是这种独立小巧的包装 用的时候呢 你就来一条 甜蜜的香味啊 瞬间充满口腔 呼吸都带着果香 舌头呢 也是凉凉的 体验感都不一样了 相信我 物以稀为贵 这种凉凉的体验感 女生没体验过的话 那么对比下来呢 就显得你有品味 有追求 细节上呢 还会玩 那她对你 还有什么好抗拒的呢 气氛到了 你直接亲上去就对了 我看到你 我看你